2月12日,商务部举行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出席介绍2018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 商务部综合司司长楚世佳透露 2019年1月,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仍保持增势 有信心保持全年外贸稳定增长 2018年,我国对外贸易,货物贸易总额是4.62万亿美元 增长12.6%,其中出口2.48万亿美元 进口2.14万亿美元 这个成绩应当说是超出预期 按计划,海关总署将于本月14日公布1月中国外贸数据 因去年同期,中国进出口总额达2.51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速高达16.2%,市场担心基数较高 叠加外部环境不确定不稳定 以及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因素 将使2019年1月,中国外贸面临较大压力 楚世佳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根据其掌握的情况,1月中国货物进出口仍保持增长态势 从目前来看,我国外贸稳定发展 仍然具有诸多有利因素 一方面,世界经济下行压力虽然加大 但仍将延续缓慢复苏的态势 另一方面,就国内扩大开放 往外贸政策效应的显现 产业升级加快,企业活力增强等 都为我国外贸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刚才我说到,2018年 我国货物贸易的增长是超出预期的 2019年1月份的货物贸易的数据 海关还没有发布 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1月份,我国对外贸易,就是货物贸易 仍然保持了增长的态势 发布会当天,恰逢北京迎来农历新年第二场春雪 楚世家称,当前中国外贸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但也有诸多有利因素 有信心在2019年保持外贸稳定增长 今天各位记者朋友冒雪来到发布会现场 中国有句俗话叫锐雪造风年 所以我们有信心在2019年 稳外贸,保持外贸,高质量发展 也有信心在这里